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厂里的一位女干部勾搭在了一起 平日里出门吃饭 李平都是带着女干部一起出席 大家起初还指指点点 久而久之李平出轨的事情已成了我们圈里公开的秘密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李平创业的时候准备拉另一位同事阿中合伙 但被阿中拒绝了 当时我们挺为阿中惋惜的 毕竟李平人卖广资源多 这样的合作伙伴可遇不可求 阿中却坚决认为李平人挺存疑 果然 没过几年 圈里就爆出李平背着搭档拿回扣的丑闻 待我自己成家后 我才深深地理解了阿中的交友哲学 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 真的要看他对家人的态度 因为一个人对家人的态度最能暴露人品 对家庭没有敬畏心的人 是极端自私的人 如果一个人把家人摆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 证明他早已对伴侣的付出习以为常 也会认为别人对自己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不懂得感恩 自然对朋友的态度也只有索取没有回报 你对他好 他觉得是应该的 你对他没有奉献 他便觉得是你对他的亏欠 他们眼里没有朋友的利益 只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 交上不顾家的朋友 绝对是一场消耗 一个时刻把家人放在心里的人 会有更强的责任感 与这样的人交往 不用担心他会背心弃义 顾家的朋友更懂得感恩别人的付出 你对他好 他也会对你好 二 看他是否稀释 一个人对时间的态度看似与他值不值得交往没多大关系 其实这里面门道大了 稀释的人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这样的朋友太值得深交了 我自己就深有体会 有个朋友叫小慧 是个斜杠青年 平时很难约出门 但如果我有什么困难找他 他绝对会丢下手头的事情来帮忙 小慧常说 他最怕花两三个小时去吃一顿饭 这样是对生命的浪费 所以 每次我们几个小姐妹约着吃饭K歌 小慧都会推辞不去 我结婚后 我们更是来往的少 然而 我生完孩子的那一年 小慧却依反常态 三天两头地来我家窜门 帮我做家务 陪我聊天 我知道他忙 便跟他说不用跑这么勤 小慧很认真地跟我说 生孩子第一年最累 你老公又一直出差 我怕你压力太大 会得抑郁症 一句话让我泪流满面 有这样贴心的朋友 夫妇何求 珍惜时间的人 没空虚情假意 他们交的朋友不会太多 但却都会倾心相待 而且 跟这样的朋友交往 我们也会潜移默化地 变得更有正能量 为什么久落朋友的感情 都只能局限在饭桌上呢 因为交友本身就是 他们虚度光阴的方式 他们把时间看得有多廉价 就会把友情看得有多廉价 别指望一个不珍惜时间的人会珍惜友情 他们本身就无法识别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 三看他是否守信 泰戈尔说 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 交到一个虚伪的朋友 会是我们的噩梦 判断一个人真诚还是虚伪 守信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我的闺蜜小飞就吃过交友不慎的亏 他考研的时候 跟人在学校附近合租 是有热情开朗 嘴甜勤快 就是性子有点大大咧咧的 说话常常不算话 比如 虽然有合约在先 水电房租 每人分摊一半 但是有 常常请小飞先垫付 然后就忘了还 有时候约好一起吃饭 快到点了 室友却打电话说要睡觉 不来了 小飞想着 人无完人 室友除了偶尔失信以外 对自己还是不错 便一直跟室友走得比较亲近 考试前期 室友找小飞借了三千块钱 说是爸妈出国了 没办法给他打生活费 过一个月就还 考研结束后 小飞回了趟老家 在来广东的时候 室友已经搬走了 并顺走了 小飞抽屉里的项链和手表 从此以后 是有短信不回 微信电话拉黑 小飞再也联系不上 这个曾经的朋友了 不守信的人 其实是内心 没有原则的人 他们的友情 大多比较廉价 一旦有利益需求 他们会毫不吝惜地牺牲朋友 成为背叛友情的一方 甚至很多时候 他们的友情 就是用来为利益服务的 他们看似很容易成为朋友 其实他们对谁都不是朋友 守信的人 内心的秩序紧紧有条 他们对自我要求严格 对感情意识谨慎 一个守信的人 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四看他是否善待弱小 曾有前辈教导我说 如果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对服务员的态度不好 这样的人千万不要深交 如果一个人瞧不起 比他弱的群体 那么当他的朋友 比他烧薰一筹的时候 就会被他们抛弃 有一次 我随好友阿元赴一个饭局 桌上的几个男人 对阿元毕恭毕敬 但对服务员的态度 特别傲慢 甚至还有人出言条 戏女服务员 当时我就觉得 这群人不值得交往 后来阿元的境遇 也确实验证了我的推测 那群人 平时拍阿元马屁 拍的殷勤 不过是因为他们 想让阿元多行点生意的方便 让他们多赚点钱罢了 有一年阿元 受了公司高层内斗的牵连 手里的职权被撤 在新岗位上 急需做出成绩的阿元 想请求这帮朋友的帮助 结果他们一个个找借口推托 原来 他们的肝胆相照的情谊 已经移情到了 阿元就岗位的接班人身上 那些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 嚣张跋扈的人 内心都有一种需要 引起别人重视的自卑情节 他们对待友情的态度 更像是点着脚去够 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比他强的时候 他会巴结你 你比他弱的时候 他会鄙视你 他们只会努力 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势力且薄情 善待弱小的人 内心是柔软的 他们对待朋友 会更加真诚 你有理由相信 一个给乞丐钱的时候 能蹲下身子的人 必然不会在朋友 遭遇困难时落井下石 交友看人品 高质量的友谊 都是优秀品质的 相互吸引 君子先责而后责 小人先责而后责 好的朋友 都是浪里 逃杀之后的真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